主要是因为最近天气好热 所以很多人也许觉得没什么胃口 那我们要告诉你有时候吃上一口 酸辣美食特别的开胃 今年三月份才在台中刚开幕的 正大玉京香酒店 在暑假这段时间 他们家推出了泰国美食节 而且就连冰棒其实都是榴莲口味 很特别的是呢 另外在建湖山饭店这边 主打东南亚料理 搭配啤酒加年华 真的很消暑 泰国菜中最经典的打抛猪肉 还有浓郁椰汁风味的绿咖喱 以及柠檬鱼 酸酸辣辣的口感在夏天最开胃 台中这间三月才刚开幕的 正大玉京香酒店 暑假期间推出了泰国美食节 只要四个人同行 还加码送你一盘月亮虾饼 它就属于比较适合 夏天热的时候吃 然后吃起来就是比较清爽 不只有数十道必吃的泰国菜 就连冰棒也是泰式风味 还有各种缤纷的甜点 让消费者无限享用 比如聊天冰棒 然后菠萝蜜冰棒 这都是非常助名好吃的 除了台中 云林建湖山饭店 也推出东南亚的美食节 酸辣口感让人食欲大开 还搭配了啤酒加年华 很消暑 泰国的青木瓜沙拉 这个是泰国的青木沙拉 这个是新加坡的 这个鸡肉的做法会不一样 另外台北大指点华 超过白种以上多国料理的 丰富海陆百会 也是打出了风丸东南亚季 不只有泰国 印尼 还有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以及越南 各种必吃美食 一共四十道 要征服消费者的胃 暑假到来 各地的餐厅 都主推酸辣口感的美食 在炎炎夏日中最受欢迎 记者方品文方中 陈刘静怡 SNG小组 台中云林 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